大家好,今天我们进行三周期K线理论的第二节课 K线的周期 上一堂课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了K线的基础知识 我们知道了某一根K线是由四个要素来构成 通过对这四个要素进行的描述 把很多根K线组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对K线的运行有一个大体的判断 那么这个判断实际上是基于两种形态 一种是趋势运动的形态 一种是整理运动的形态 那么这一堂课我们要更深入的了解一下 K线自己固有的一个特点 叫做它的时间特点 每一根K线在它整个的形成的过程中 都是跨越一定的时间期限的 所以本质上讲 K线是一个过去时间的概念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K线都是已经发生的 所以在任何时候 这些单独的K线都不能用来判断 未来行情发展的趋势 因为它们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 我们仅仅是用它来收集信息 来预测 当然我们所有的预测都是有概率的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有的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同时K线本身有价位 有空间 它是指一段特定的时间内交易对象的价格变化趋势 那么趋势的能量的强弱 我们通过一些K线的组合 更加形象的把它给描述出来 这是第二个K线的特点 第三个就是任何一个时间段 都会用来作为一个K线的时间周期单位 我们可以有很长的K线周期 比如说像年K线 我们也可以有很短的像10秒级别的 有很多做期权的交易员用的是10秒级别的K线图 这个就是所谓K线的具体的一个周期 那描述的一段时间跨度 有长有短 长的跟短的是不同的 我们来看一下PPT上给到的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某一个股票 它的一个K线图 在这个行情软件的左上角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排时间的一些描述 就在我光标停留的这个位置 有一分钟 五分钟 十五分钟 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的这个线是红颜色的 那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这张K线图 它是一张三十分钟的K线图 一根K线 它描述的就是这三十分钟的 开盘价 收盘价 最高价 和最低价 两根三十分钟的K线图 就组成了一根小石图 四根小石图 八根三十分钟的K线图 就组成了一根日K线的K线图 对吗 这个逻辑推论是显而易见的 但在这儿呢 我们得到了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也就是越短周期的K线图 是可以推导出比它更长周期的K线图的画面的 是不是一定是这个道理 我给你一大堆一分钟的K线图 你一定能够把它 十五分钟的K线图 三十分钟K线图 六十分钟K线图 日K线图和周K线 以及月K线都能把它画出来 但是我给你一组一分钟的K线图 你能把它画出来 十五秒的K线图组合吗 你画不出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K线的一个特点 小周期形成 慢慢慢慢的演变到中周期和大周期去过渡 在这个过渡上 我们有一个术语 叫传染 更通俗的讲法 我们不叫传染 我们叫周期的传递和影响 所以大周期的级别走势 一般来讲都是由小周期级别走势演化而成的 小周期的级别走势 有可能仅仅是大周期里面的一个小波动 它们之间的关系呢 举例子讲就像是从小到大的一个轮子 那一分钟这个轮子往一个方向走足够长的时候就会带动五分钟的轮子 以此来类推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在刚才我随口给大家举例的时候 我举的是15分钟的例子 半个小时的例子 一个小 一个小时的例子 四个小时也就是一天的例子 我有没有举一个例子是48分钟的呢 没有吧 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我们一般都选取整倍数的 因为你只有是整倍数的小周期 才能够去推导出大周期 否则的话你跟大周期它就不同步了 就你无法从小周期推到大周期上 那有可能你的倍数不对 那你根本就画不出来 这是数学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看到都是整倍数的关系 我们所讲的所有的周期的传递 都是以整倍数来选取的 更长的周期的趋势形成之后 小级别的周期 它的波动 一般来讲是服从大趋势的 比如说日K线上升 上涨趋势形成 上唐课我们讲过 什么叫上涨趋势呢 高点在抬高 低点也在抬高 这样的趋势就叫上涨趋势 对吗 那么如果日K线是上涨趋势的话 60分钟K线 30分钟K线 跟15分钟K线 不见得一定都是上涨的 但是他们如果也是上涨的话 我们就认为大周期跟小周期之间发生了共振的方向 如果说小周期跟大周期的方向不一样 那么小周期必然要运行更久 才会去影响到大周期 才会把大周期的上涨趋势变成整理趋势 甚至是变成下降趋势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要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从小到大的传递 从小到大的影响 当我们看到小周期不断的在试图去影响大周期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用更多的 更形象的一些小周期的K线组合 来不断的去翻阅 通过这样的检索方式 我们去察觉到一些蛛丝马迹 那么通常来讲 我下边PPT上给到的这张图 也是我们一般来说 愿意去设置的一个K线周期的一个级别 比如说我们设了15分钟 那么就设60分钟 然后再设这个日线级别 再设周线级别 为什么呢 从15分钟到60分钟是4倍 60分钟到日K线也是4倍 然后日K到周K是5倍 这是什么 比例 时间跨度的比例 大体相当 那有朋友就比较较真 我有学生比较认真 他觉得 那日K跟周K之间是5倍 那我日K除以5算下来就是48分钟 是不是更好一点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 太仔细 因为你如果太仔细的话 你会看到 我们俩看到的图形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讨论一个东西的时候 如果看到图形不一样 很可能在描述上会有一些偏差 反而不利于我们后边的交流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 如果要做日K级别 周K级别 那么紧贴着日K的那个小周期 我们就把它放到小时图级别就行了 那么再往下的一个迷你小周期 我们顶多放到15分钟 但实际上这个迷你小周期 我们大概率是用不到的 这是我这堂课要讲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周期的传递 以及周期的跨度划分 那么下面呢 我们认认真真的 来仔细的把三周期的原理 跟大家讲清楚 所谓三周期的原理 其实是六个字 叫顺大事 逆小事 怎么讲 所谓顺大事 就是我们要跟大的趋势为伍 所谓逆小事 是我在大的趋势上 找到了一个更合理的性价比的买点 这个逻辑我希望能够贯穿大家做交易的时钟 三周期交易法本身是一个趋势交易法 但是即便是在趋势交易法里边 我们也想做到一个性价比更好的点 所以我们整个三周期交易法运用最核心 或者说是运用最基本的是用在奇形图上 将来我们会学到这个词 奇形图 我们下一堂课就会讲到三种标准图 奇形图 三周期里边最基本的运用就是在奇形图里 我们先把三周期的核心记清楚 叫顺大事逆小事 这是第一个核心 第二个呢 周期的框架 我们把整个周期划分为三个周期 大周期 中周期 和小周期 这三个周期 我们的运用是不一样的 怎么讲 简单的总结 我们要在大周期上去排方向 或者叫定方向 中周期上去选图形 小周期上去找切入 看到吗 大 中 小 全部都分好 明白这个思路了吗 大周期去定方向 中周期是选图形 小周期去找切入点 这是我们整个周期的框架划分 第三一个呢 就是在运用上 这里边呢 我简单总结了几个几句口诀 基本上是三句口诀 但实际上这三句口诀比较拗口 没关系 我们只要把它的逻辑讲清楚就行了 首先我们先看 如果大小周期都是同长的 那说明什么 小周期是向上的对吗 大周期也是向上的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中周期是一个非常好的回档点 是不是就是完全符合我们的顺大事逆小事 你仔细想一想 周K线的图形是往上走的 说明长期趋势向上 小周期的K线图 比如说小时图 也是向上暴涨的 而在中周期也就是我们的日K线上 它恰恰是一个逢低的买点 是不是就符合我们的理论里边第一句叫顺大事逆小事 它其实不叫逆小事 而叫顺大周期的事逆中周期的事 这是个什么图形 这一定是一个七星图 上涨回档 回档起稳了之后 小周期再加速的回支 这是我们在七星图上的运用 但如果说是大周期是向上的 小周期是向下的 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 我们不做 因为大小没有取得公正的 没有取得公正的点 那还有一种轻星 大的也在涨 小的也在涨 但是我中周期的图形已经出去了 也在涨 或者说是出现了明显的顶背离跟底背离信号 这个将来我们会专门的讲顶背离跟底背离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是我们的最好的性价比的切入点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逆到我们的中周期上 它仅仅是顺着我们的中周期 它已经跨出去一段 那么像这样的点 我们认为它的性价比不好 因为一旦有小周期的回档的话 有可能会把中周期拖下来的比较远 所以我们在性价比上是不予考虑的 这是最简单的三周期原理 这三句话 但实际上这三句话呢 我认为记起来是不需要你印记的 你一定要把它理解了 因为我们整个三周期的框架 就是三种周期嵌套的 我要选一个标的 我是靠中周期去选图形的 同时呢 我在大周期的长周期上 我去排除掉我所谓的错误方向即可 就是在小周期上 我去找到一个更加合适的一个切入点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把三周期给运用好了 所以对应于这样的交易方法 我们在整个交易的环节中 我们要掌握好这样的几个点 第一呢 就是我要去定周期的原则 大中小周期应该成近似的倍数关系 这是其一 这是第一个大原则 我的时间跨度不能够太大 比如说 我中周期如果定了是日K线 那我的长周期大周期就定成周K线 这是五倍时间关系 但是我的小周期就不能定个15分钟 因为倍数拉太远了 那我的小周期就要定到小时图 小时图日K线周K线 这是大中小三周期近似四倍四倍五倍 非常合适 对吗 那还有一些不同的交易品种 你如果所有的中周期都定到日K线上 会显得太久了 像有些商品期货也好 金融期货也好 包括期权也好 我们的大中期有可能会定的比较短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大周期定成30分钟 中周期定成五分钟 小周期定成一分钟 是不是也挺好的 1530 这就是我经常 代学员的时候经常说到的 1530 五分钟中周期到图形了吗 看到位置了吗 为什么这样定 因为定大中小三周期的时候 有一个原则 就是你的中周期啊 你的中周期一定要是能够让你买卖的 你最差两根中周期里边一定能实现一次买卖 这个话怎么讲 我们的股票是什么样的交易方式 是不是T加1的交易方式 就今天买的股票明天才可以抛 那我问你 如果你把中周期定成了小石土 你上个小时买的股票 下个小时你能卖吗 卖不了 那就会出现什么情形呢 你的中周期定的毫无意义 我在中周期上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然后到下一个中周期上 我想认错的时候 他告诉我你不能认错 我在相邻的两个中周期上 都无法实现一次完整的交易 这样的中周期我们就定的太离谱了 所以这是我们去定中周期的一个原则 所以你会看到啊 大中小三周期 你真正首先要去定的是什么 是中周期 而不是大周期或者小周期 先把中周期定了 中周期是核心 将来我们下一堂课会专门的讲 中周期选图形选什么样的图形 中周期定图形 定的是最核心的东西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选定中周期 这是其一 其二通过中周期 加上一定的倍数 去选定大周期 然后相邻的小周期的倍数 跟大周期的倍数 大体相当把小周期的倍数选定 这样就OK了 如果你选的倍数还要跨过一个隔夜交易的话 那说明你选的这个倍数有问题 怎么讲 假设说我中周期选的是日K 小周期选的是一小时 那么股票每天开盘多久呢 四个小时 是不是一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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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不在隔夜上 肯定都不在隔夜上 对吗 但是商品期货有一个问题 它有夜盘 一小时一小时一小时 下午是一个半小时 你去跨周期的话 刚好就跨到了中间休市上 对吗 九点钟到十点钟是第一个小时 十点到十一点是第二个小时 十一点到十一点半 这半个小时完了之后就休市了 下午一点半开盘到两点半 到两点之间又是半小时 你中间的这一小时 竟然被分成了两段 这个选取就不够科学 那怎么处理呢 你用日K线当中周期 对商品期货来讲就有点长了 除非你做的是非常非常偏长期的交易 那无所谓 那你小周期也尽量不要选在小时图上 因为你选在小时图上 刚好跨中间休市 那你还不如把小周期放在半小时上 这样的话上午是九点钟开盘 十一点半收盘 五个半小时 下午是一点半开盘到三点钟收盘 是三个半小时 这是我们所谓的选中周期之后 去定大周期跟定小周期的一些技巧 这个技巧呢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想明白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看这个市场上的一些交易 我们会发现很多品种它特别有意思 你像股票因为我们是T加E交易的 刚才我讲中周期一定是日K线 最起码得是日K线 不能比日K线再短了 否则的话你两个相邻中周期完不成交易了 但如果你是商品或者期权的话 可能要更灵活 但是还有一些品种特别特别 非常非常特别 你比如说比特币这样的品种 它是7乘24小时无缝衔接的 那你觉得你中周期往哪定 类似于这样的 你的中周期怎么定 实际上都合理 只是说你定了一个中周期 定了长周期 再定小周期的时候 你的看盘周期会发生一些变化 比如说如果我们正常 以530去关注交易的话 就1分钟5分钟30分钟 以5分钟作为中周期的话 我们基本上是一个日内交易的节奏 对吗 我只需要关注今天日内的交易 因为一天是240分钟 股票的话 或者是股指期货的话 240分钟对应于5分钟一根线是多少呢 240除以50 对吗 那么这么多 这个K线图就已经足够的来描述出当天运行的状态了 240根一分钟 48根五分钟 半小时的长周期一天也有8根 足够让你去表达了 所以我们如果用1530去做交易的话 那么我们基本上是日内交易的 那我可不可以再短一点呢 当然可以了 刚才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有些期权的交易员 他的小周期是10秒级的 小周期是10秒级的 中周期大概率就是分钟级的 就是1分钟10秒 1分钟6分钟或者5分钟的长周期 你会发现他做起来仍然很顺畅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比日内交易更短一点的 叫人工高频交易 很常见 那如果是比特币这样的品种呢 7天24小时每天都有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中周期设计成 4小时5小时是不是都可以 我认为是可以的 通常情况下我是建议 类似于这种7乘24小时的交易品种 可以把中周期定在4小时 这样的话 你盯盘的节奏呢 就会稍微慢一点 你会发现啊 中周期的选定 跟我们盯盘的细节是明显 相关的 你的中周期定的越短 你盯盘的时候就要越仔细 你中周期定的越长 其实你可以忽略一些 更小的一些波动 我的中周期如果定成是周K线 长周期是月线 短周期是日线 那几乎我每天15分钟 或者20分钟交易完了之后 什么都不用看 是不是这个道理 因为我不用去特别关注 小周期的问题了 但如果你是1分钟5分钟30分钟 那你基本上眼睛眨也不眨 要从头定到尾 但如果你是比特币的1小时 4小时日K线 或者是30分钟4小时日K线 如果是这样的盯盘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中周期 虽然搁在了4小时 但是你的整个的交易经历 跟平常我们做股票 日K为级别的交易经历 实际上差不多的 你不会特别频繁的去看 整个行情 所以你会发现 周期选取的不同 跟我们的交易模式 也密切相关 那你如果是一个 做短线做的特别有心得的人 你可能会趋近于更短一点 但你如果说是一个性子 比较温和 比较慢一点的人 那有可能你用 更长一点的中周期 说不定会更好 这是我们在中周期选取上 需要关注到的一个点 这堂课的主要内容 基本上我们就讲完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堂课我们主要搞清楚了 整个周期的时间概念 那么在整个周期的时间概念上 我们知道了 大周期 中周期 跟小周期的具体的原则 我们也知道了 所谓交易顺大事逆小事 实际上是顺应大周期 在中周期上找一个 更合适的性价比 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了 当大周期跟小周期 是同样方向的时候 这样的位置 如果中周期恰恰好 是在反向 那么这种位置做切入点 是特别特别具有性价比的 那么下一堂课 我们会着重的来讲一讲 所谓的中周期选图 是要选择什么样的图形 课后的这个屏幕上呢 有三个二维码 一个是学习群 一个是公号 还有一个是助理号 我们有自己的学习群 有问题的话 在学习群里面 一定不要不好意思 大胆的发问 直接问我也可以 好吗 以上呢 是今天的这堂课的内容 我们下堂课再见